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GTA 1TB SSD 包裝差一點,因為在運輸過程小了 這個採用的是傳統SATA介面 2.5吋SSD 我們一般在Notebook或電腦上比較常用 它的重量很輕,44g 附送一個說明書和一個膠盒 包裝極之簡潔 可能你對這個品牌就不太熟悉 一般講起自家品牌的SSD 可能都是Intel、微光、三星或東芝 GTYPE長光儲存自己的芯片火粒 它的特點就是64層 以及用了自己的X-Tec 最令人難忘的應該是它的內容性 1TB 標稱是680 比三星或其他都要高 如果第一次安裝,電腦是認不到的 你要先進行系統設定 儲存 然後再開設新的芭蜘碟區 隔式化現後就會出現芭蜘碟 安裝完畢 當然第一件事 就飽飽分 看看它的表現 它的分數是一般沒有特別驚喜 可能就是沒有記憶體緩充關係 4K的讀取和寫入延遲是力量高的 一般用其實你都未必真的感受到那個分別 個人都是第一次用這個聯運主控的SSD 自己的軟件可以看健康度 我之前用的就是MX-5512 跑分就非常亮麗 和這個姿態是兩個結果 可能大家用的方案或主控都不同 如果你是做系統安裝的 建議你還是買回RAM做緩充的 另外我亦都做了一個搬運檔案測試 37GB的檔案 SSD去SSD只需要1分20秒 成績是相當理想的 頭5GB有1GB每秒 之後就有460個 到底各產的SSD性能如何呢 網上有位網友做了一個測試 結果竟然把其他的原廠 和活潑這樣弱死 結果就有些盲拳打死路師傅了 那為什麼會用MX來做比較呢 就是MX本身就是一個很好參考價值 那自帶的壽命既然這麼好 為什麼五年保養呢 另外就是他那個 亦都可以選擇高性能少少方案 就不用局限在這個入門級的 相信會有更大的競爭力 另外在SSD慢慢取代這個 傳統硬碟之際 其實對個容量要求越來越高 那自帶暫時就1TB 未來希望有2TB或者4TB出現 今天分享是這麼多 拜拜 拜拜 拜拜